7月3日报道,白俄罗斯当天上午,在首都明斯克,举行盛大的独立日阅兵式,因白俄罗斯国防部邀请,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,首次参加该阅兵式, 接受了乘坐红旗礼宾车的白俄罗斯阅兵指挥官的检阅,而白俄罗斯军队装备的中国武器也在此次阅兵中亮相,参加白俄罗斯阅兵式的解放军仪仗队图片来源,新华网乘坐红旗礼宾车的白俄罗斯军队阅兵指挥视频截图,首次参加白俄罗斯独立日阅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由66人组成, 阅兵式开始后,解放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主席台,接受了检阅,仪仗队大队长韩杰表示,为了适应白俄罗斯对阅兵方队行进速度的要求,仪仗队进行了大量的强化练习,参加阅兵式的解放军仪仗队图片来源, 白俄罗斯通讯社当天的阅兵式,共有3200多名军人参加,阅兵式上还展示了260多件各类武器装备,包括来自中国的猛式军用越野车和CSVN3C轮式装甲车, 以及白俄罗斯最新装备本国部队的装甲车和防空导弹系统等,而空军梯队也展示了各类军用直升机,兼机机和军用运输机等,白俄罗斯装备的中国产梦式越野车视频截图,白俄罗斯装备的中国产CSVN3C轮式装甲车,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,作为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检阅了部队并词词, 他在致辞中说,74年前,明斯克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获得解放,战后白俄罗斯积极主张,开展国际对话,以增强国际安全体系,白俄罗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,与兄弟国家俄罗斯强化联盟关系,与战略伙伴中国扩大合作,在相互尊重基础上,与西方国家开展。